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評一評維京紀元 這次比較特別,我玩了大約20小時左右 這個評測應該不會劇透的,因為我自己也是故事開頭 這次的教條或者信條,我也是講述信條 維京紀元其實已經是這類系列的開放世界第三集,包括起源奧德塞 前面兩集我都有玩的,我評價之前說過,起源奧德塞的故事挺悶的 起源奧德塞的風景是挺漂亮的,金氏塔等等的力量 體驗民族風情方面是挺有感覺的 第二集奧德塞的評價是最高的 因為我自己玩到差不多玩了,因為所有隱藏人都殺了 加上戰鬥各方面也有趣 來到今集《維京紀元》,其實我有一定期待 因為上集給我的感覺不錯 但目前玩了20小時,我的評價是不如上集 首先我講一下今集最大的真理就是PS4版,沒有這個血腥畫面 其實我自己玩電腦版,我自己有顯示卡比較廢 即是980ti,應該都是3-4年前的產物 但我想說其實把畫質調一調,問題不大 玩到順暢一點,我覺得應該只會比PS4好 即是無論是FPS等等 所以畫面方面我就不評價,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電腦費 所以沒理由賴它 整體來說,也算流暢 即是輸數FPS沒有明顯的降低 除了大型的攻城字,會有一點點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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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即是開放世界,叫你去做任務 然後一邊主線,一邊支線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來的,說真的 但今集我覺得,我自己一頭十小時的體驗是非常差的 之後那十小時仍然是非常差的 簡單來說,首先我想說主線故事,其實我真的不太問它說什麼 對啦,老實說,因為它本身是鬼佬的文化,即是習俗風氣那些 即是我經常都說,不知道它的翻譯有問題 即是看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它的對白,例如說什麼 即是它那些 呃... 酒會上侮辱你是一些不知什麼 自死一罪,即是那些什麼 你的靈魂會被去到益 總之你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我們一般現代人,特別是亞洲人 香港人是完全接受不到那些雜族 所以整件事看起來就會非常怪 即是為了一些很...很白癡很無聊的理由 就會開戰 既然我最頂不信就是今集,它是有特色 今集就很喜歡玩那些什麼鬥嘴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嘴炮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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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值得一讚的地方,特別有為這個中文版 即是應該重新改編過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對戀 即是壓穩那些 即是... 即是說一句你對一句 即是... 即是...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個 唐伯虎點抽香的對手 除非你... 你下流戰格露出半個龜頭 即是類似這些無聊對隊 而且遊戲中你就要經歷很多次 而且這個...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很核心的玩法 即是... 即是... 其中有一個主線故事 即是做王者 你就要教那個君主在那裡嘴炮 那整件事我覺得很無聊 說實話 我今集說維京 你知道維京在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 是一群... 海盜 是一群殺人不眨眼的一群瘋 即是好勇兜痕 喂大哥我不是想用維京人跟你玩對戀嗎大哥 即是玩唐伯虎點抽香 即是你不做就不行 因為它是關乎你一個魅力值的 你一定要做 所以我覺得很白癡 另外他就把這些小型支線 即是地圖上會看到一些NPC 正常以前來說這些就是支線任務 很簡單 他今集有的懶型 把這個所謂支線任務 改造了這個世界事件 本來沒問題 但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由於他改造了世界事件 他沒有任務的導引 極度白癡 即是如果你的任務突然撕 即是... 你看不到NPC去哪裏 或者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你是沒有任何導引 即是他不會有任何指示給你 我就是奇怪 那你只是支線任務 你搞什麼呢 改了世界任務 然後搞到沒有導引 整件事是說我自己覺得很白癡 其實我看過其他網上評價 其實今次這一代 開頭真的開得很悶 我想說 我只能說 我想你前十個小時的體驗 你都完全不太知道 故事在做什麼 甚至有些理由很無聊 你會發覺 不是我們 跟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 會差很遠 你說他是古代 那就是整件事 我們作為玩家來說 你是代入不了的故事 OK 你說過很多人的血腥畫面 其實我想說 我覺得 沒什麼 可能他有些 處缺招式會比較殘忍 例如一拳打爆的頭 他不是打爆 他只是打掉的頭 或者 例如 用流星釵 砍在頭上 說真的 在我的角度 就覺得很小疑科 但是 你說那些血 是否爆出來 我又不太覺有爆血 其實很普通正常 其實PS4版的玩家最不滿 只有閹割 以及UB的自我審查問題 但整體來說 跟其他分別不大 我想說 今集的戰鬥系統 都很無聊 很無聊 基本上玩法 因為今集有一個 類似完美格檔 盾反 或者反擊 玩久了 就會覺得很無聊 整個過程 就是你打爆黃圈的時候 你就盾反 紅圈的時候 你就盾 然後沒什麼 做的時候 按一下重擊 打爆鞠幹石 來一下重擊 如此類推 無論是BOSS戰 或者小卒戰 或者搶奪戰 其實你不停按重擊 我覺得這個戰鬥系統 是極廢 可能你頭一開始玩 你覺得有整隊海盜 一起幫你打 整隊圍京人 好像很爽快 但是打到後面 你會發現NPC 基本上是靠癢 我不知道後期 有些超強的隊友加入 會不會有轉變 但如果隊友太強 你會怕遊戲 變得太容易 不用玩 但是一向問題 其實這些隊友 都是報警版 因為基本上 打怪是沒有什麼 攻擊力可疑 唯一的優點 就是他們不會死 死就是他們死了 你可以復活 你不復活都沒事 整體來說 變相最後 都是你自己打 而且我覺得今代的NPC 即今代的敵人 AI有少許低能 真的有少許低能 相比上集 反而更容易 上集的敵人 是更厲害的 因為今集的敵人 我不知道太多的關係 他們很禮貌 即是一個人打你 另一個人不懂得打 你知道我是教最高難度 已經是最困難的難度 但我敵人的AI 都是偏向弱智 即是你打不贏 是因為你的LV未夠 即是所謂的力量未夠 即是同等條件下 基本上是不會死的 這件事有點失望 加上技能 其實技能 基本上是上代的技能 即是扔斧頭 跳劈 即是完全上代的技能 而且今代也麻煩了 你找技能等等 整體來說 我的戰鬥系統 反而更悶了 比較單調 因為就是盾反 以及重擊斬 基本上沒有什麼 因為加上今代強調搶劫 其實玩家刺殺的元素 即是潛入的元素 其實越來越少 除了有些任務 有些主線是迫你 即是玩家是一個人 不能搶劫 你可能會有些少少潛衡的要素 但基本上 因為今代的戰鬥系統太異認 即是你奸山強行突破 我都不覺得有多難 即是奸山斬過去 所以這次戰鬥系統 我覺得不合格 其餘的東西 沒有改變過 例如任在地圖找寶物 找其他支線 即是跟上代沒有分別 而且我不太喜歡今代 他整天把寶物放在地底 很煩 然後你又要周圍 在百多十米或百米外 找地下入口 或者看地板可不可以射得難 然後又要下去拿 很煩 當你用鷹眼一搜尋 你會發現寶物永遠都是地底 我相信你打多幾次 你會覺得很煩 基本上整個遊戲 就是找哪裏有地底入口 哪裏有地底入口 如此類推 這就是所謂的解謎要素 就是找入口 我自己覺得很悶 另外 當你的故事去到一定程度 他就會有一個新 我稱為之線任務 大型之線 那你就可以通過一些幻覺 去到阿斯加世界 阿斯加簡單來說 就是北歐神話 即是奧丁主神 即是英靈殿的地方 即是看Marvel 就是雷神托爾住 那裏 我們就會化身為奧丁 體驗這個神的故事 但我想說極度沉悶 我想說 我想說 不是說你有北歐的要素 你就可以混合神話 那別人的戰神 你不用特意混合北歐世界 即是太有夾眼了 因為跟主線我都不知有什麼關係 然後你可能會說不是 你可以看到一些神 即是可以看到弗雷雅 雷神索爾 然後諾基 是不是很興奮 但我想說 你會看到那些全部都是普通凡人 即是很不美 婦女丫 還會是樣子 如果你好像地下城 你期望會看到地下城那個 你就太失望了 那些雷神索爾 特別是諾基的那些 完全是普通人的樣子 即是一些神的氣氛都沒有 加上去那個所謂的阿斯加世界 有個小地圖 大約有三四個島 即是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要素 整體來說很悶 加上是 即是完全不知所云 我自己覺得整件事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個 即是最起碼這隻遊戲 頭20小時比我的遊戲體驗太糟高了 我跟他說20小時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即是即是打後的20小時有多精彩都好 即是如果你20小時都是讓我體驗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 我其實有點玩不下去了 已經是很悶 真的太過流水式 主線你又不知道說什麼 支線又無聊 戰鬥系統又悶的情況下 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沒有必要再玩下去了 即是除非最近沒有遊戲玩 悶到法方 我寧願玩另一隻中田好過了 這個就是我頭20小時的圍經感想 亦都很大機會是氣坑的了 有些人說是攻城戰 我在主線體驗了一次攻城戰 但我看你應該是極低了 基本上後面的敵人其實是報警版 後面通常會有很多批 很多批的敵人和我們的士兵 一批一批 他們兩個在做氣地打 基本上你不理會 你走過不理會那隻敵方士兵 你不打他 他不會理會你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報警版 而且就算你殺了他也不會有經驗值 所以簡單來說 這些所謂的攻城戰 其實根本跟搶劫又不是那樣東西 沒有分別的 對吧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是賣點 就抱歉了 你應該會很失望 以上就是我對這一代 圍經紀元的感想 那我們就來到這裡 拜拜